美軍發展地表最強的雷射武器 黑科技的同時 另外一個作戰方式 是全面的AI跟無人化 同時AI跟無人化 需要大量的精準的高效能的晶片 今天包含財經新聞傳出來 微軟跟高通 事實上直接取得了美軍的新訂單 準備要客製化相關的晶片 事實上對於美國來講 他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你未來要發展所謂的高科技的戰爭 包含你剛剛所提到的無人機 或者是AI的狀況 你的晶片不能夠掌握在別人的手上 如果到別個國家裡面去的話 那你很有可能 你要發展都要被別人所牽制 所以你看他最新的狀況 是他其實跟微軟跟高通 簽訂了就是說 希望這兩個兩個這個這個 這個公司替他客製化所謂的AI晶片 那這個晶片 其實是屬於所謂先進製程的 那其實不是只有這兩家 因為他在過去裡面 就跟非常多的公司 最少十家以上都簽了 這樣一個合約 那目前的這樣一個工作 大概進行到第二個階段 所以對於美方來講 他很清楚的知道的是 他必須掌握你這些晶片 包含到你裡面的細節 還有包含他的know how 美國全部都要掌握在這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他不會只壓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你今天有了晶片之後 最重要是在雲端運算的這一塊 你也必須要能夠充分的掌握 所以美國其實國防部 另外一個將近有超過數十億美金的 這個叫雲端運算的合約 同時也跟這個亞馬遜 還有微軟 甚至跟甲骨文這些 都發出了正式的招標案 那我認為美國 他當然希望在這個階段裡面 一舉把這個門檻拉高 也就是我除了我的晶片的這一塊裡面 我讓我的雲端同步可以搭上 那所以我只要接下來只要做完 戰系的這個測試完了之後 我的國防 美國的國防 立刻就可以上線 那他其實做的這些 其實最重要的是 他其實在做的 下一代戰爭裡面 不再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人 操作一架戰機 或者是一個人操作兩三架的戰機 為什麼 其實以美國軍方來講 他最近除了研發五人機之外 他另外做了一個是超級士兵的研發 那我們現在在電影裡面 對於超級士兵 基本上你看到大概就是 用附加的這個機械裝置 讓你的士兵可以載的載重更多 跑得更快 體力更強大 其實他們現在在做的 其實不一樣 他們投入了六百二十萬的美金 分五年的時間 希望做到一個可以用腦波來控制跟溝通 用腦波控制無人戰機 這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到這一段 他先用腦波來控制什麼 你知道就比如說我們兩個人 現在在對話的過程當中 那我見面這個時候 你就接收到我的訊息 意思就是我用想 想跟想的這個工作當中 透過我的腦波的傳遞到了你那邊 當然他有一個接收訊息的狀況 那這個對於美方來講 他其實在做的事情 是我在戰場上面的時候 我很有可能基於通訊裝備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說話 那我如果可以透過這個方式的時候 我其實就可以 可以第一個我們兩個溝通很尊重 第二個是 我如果可以把腦波 用這個方式傳遞 那表示我可以截取你的腦波的狀態 我就可以分析你的身體情況 所以我可以得知這個所謂的士兵 他在戰場上的情況 比如說他累了 他需要休息 他需要什麼樣的補給 或者是什麼 我可以極端的去掌控 那這個其實在美方所研發 但是你剛剛所說的 是你說用腦波去控制無人戰機 我跟你講不是美國在做 是英國在做 英國現在做的概念 我們以前都看過 比如說像好萊塢店 有那個基站未來對不對 就是你今天用想的 或者是你像之前有個什麼俄羅斯 研發那個戰機 結果美國派人去偷 結果第一時間就發現到 他不能夠啟動 為什麼你知道 你要用俄文去思考 你美國人不會講俄文 你就完蛋了 你知道 所以他們當時選派了一個會俄文的人 去偷那個飛機 那英國的這個概念 其實他做的事情就是我透過 我用想一樣 我坐在螢幕前面 然後我盯著這個螢幕的時候 事實上他有一個sensor 是會接收到我的這個腦波 所以我只要控制 他第一個要做的是什麼 你講 校正 就是我讓這個機器的 這個所謂的設備 跟我的腦波 能夠進行校正 他們的方式是只要兩分鐘左右 也就兩分鐘完成對接 對接完了之後 我就可以在這邊用想的方式控制 就是他起飛降落左轉右轉 可是他的最大的差別 是我如果可以做到我的意念 就可以操控他的時候 我的手控出來 我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我就可以操作 比如說我可以要嘛發射飛彈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東西 那對於這個英國來講 他甚至認為什麼 他認為他十年內就有辦法完成成功 讓這個東西實現化 也就是現在只是你可能在實驗室 裡面做的這個情況 英國現在喊出來是十年 而且接下來他要做的是 我不只是坐在這個地方 我要把它變成穿戴式的裝置 也就是我任何一個前線的人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控制 所以我不用再用手拿著這個遙控器 自己在那邊操作 我其實而且你看看 我如果一個腦波可以控制一臺 那我可不可以控制十臺 我可不可以控制二十臺 所以他其實用這種風群的概念 加到這個所謂穿戴裝置之後 你就會發現到未來的這個戰爭 真的就是一個科技化跟未來化 甚至是一個無人化的情況 那不只是這樣 其實對美國來講 美國現在逐漸的把它落到實體化 所以這個以美國官部來 他們預計在明年的時候要舉辦一個叫做機器人大戰 那為什麼叫做機器人大戰呢 基本上我們現在在所有的演習講庭裡面 美方現在有在做的是 他把真人跟所謂的無人機做結合 也就是他在測試的是 我完全是一個友人的部隊 在進行演訓 跟我有人部隊跟無人部隊的混合做的演訓 還有純無人的狀態叫做的演訓 三種的作戰效能 哪一個評估比較高 所以以美國來講 他這次的陸軍的這個做法是去年 他們其實把一個陸軍的牌 把他們M113的這個移動的步兵車變成是機器人 然後再考驗他們在戰場上的能力 那預計在明年的時候 他們其實要把整個連全部換掉 那整個連換掉的時候 因為現在數字上面講說 他可能到了數百臺 那數百臺的概念就是等於是 已經把所有的人全部取到 一人就是一臺車了 那以我們現在實兵單位來講 一個連不會有幾百臺的車子 可是他透過這個方式的時候 他其實希望驗證的是什麼 過去在所有的無人機或者是車 甚至是裝備的車子裡面都是單一樣 也就是不是只有說一樣設備好幾臺 是不是是只有一臺 那他現在要做的是全部的整合 好 那問題就來了 這個其實最大的賣點是 我們現在在做無人機的測試裡面 是一個人去操作 那我如果一個連有幾百臺 那我是不是要幾百個人去操作 還是我融入了AI智慧 這個就跟他前面 為什麼要跟微軟高中 全部接在一起 也就是我把這個晶片做進來的時候 我其實透過AI 有讓他自己在戰場上 能夠做自我判斷 那做自我判斷的時候 來去嚴看 就是說我的這個經過第一次的 這個試驗完了之後 我符不符合我的戰場需求 可是我第二次測試的時候 我的AI能不能從第一次失敗裡面 學習到那個經驗跟教訓 然後重新去做為整合 所以對美國來講 英國是講說他十年內 把那個腦波控制變成具體化 那美國說我明年就跟你做一個 全無人化的機器人作戰